大年初二车工弹 乡议局到车工庙为香港 在继年求得上签 寓意香港局势和运程都会向好发展 乡议局主席刘叶强 按传统到沙田车工庙为香港求签祈福 求得第61签上签 签文是 传来信息果无差 转运时来自卿家 督治运程衰着力 何天今日赐荣华 假若凡是吉利 今年香港有一些好的讯息 好的转变 好的运势 会转运时来 可能局势运程形势 会有向好的发展 我们香港市民 政府市民各个人 独自运程衰着力 大家一起努力 香港会继续繁荣 继续荣华 刘叶强说 签文代表未来无论谁做特首 相信香港都会有好的前景 未来有一个新的特首 新的景象 只要我们香港人能够齐心合力 官民合作 抛开以前的矛盾 承建 我想香港一定会好的 沙田乡委会为沙田求得66上签 解签人说 意思是大家有不同意见的话 不需要磨合着的共识 就可以顺顺利利 安居内叶 无线电视记者赵家运 另外也有不少市民 去到车工庙祈福 入屋叫人 入庙拜神 来到车工庙 就要激鼓和车工讲早晨 转下风车 再上香稳神 祈求继年有好运 多个愿望都能够成真 希望世界和平 香港更加事事兴旺 万事如意 家庭幸福 个个身体健康 好像我们以前 发挥我们香港的精神 比较好一些 不要说斗争那么多 我们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我觉得是很团结的 有档主预计 这个农历年生意会不错 天意好都应该我不担心 最重要的是天意好 车工保佑 一早来过阿叔说 二十年还这么便宜 根据传统每年有四个车工弹 其中农历精月初二的车工弹 会有较多善信来参拜 由于年初三是赤口 传统上不适宜拜年 所以也有不少市民会选择 那一天来拜车工 相传车工是宋朝的大元税 护送送帝丙南下香港避难 并且驻守西贡 村民相信车工能够保佑他们 免受洪水瘟疫之患 后来兴建车工廟供奉 无线电视记者陈兆恒报导 有店铺安传统 老板和员工在大年初二 一起吃开年饭 这家海味店每年都会在店铺吃开年饭 负责煮菜的员工早上五点多 已经开始准备开年饭的八送一汤 老板说年初二在店铺吃开年饭 是他们的传统 至于今年人工加多少 他就说要再商量一下